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劉宇 嗨 大家好我是昏田 大家好我是輕鬆 歡迎收看 收聽 滾進心看你 今天我們要看誰呢 我們今天迎來本節目第一位來賓 AKA南台灣美食天團 生炒鴨肉羹 耶 耶 哇 等一下我想 鴨肉羹這聽起來很像饒舌團體 有人這樣跟你們說過嗎 從來沒有 我們就是饒舌團體 等一下 你們主唱 你剛剛主唱說你們是饒舌團體 沒有默契 剛剛正要說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我們 幹 你們的默契呢 那我們能夠請你們稍微認真的介紹一下自己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大家好 我是吉他手語慶 大家好大家好 嗨 宇峻好 宇峻好 你好 你好 我是吉他手聖宇 聖宇好 大家好 嗨 我是主唱平妮 OK 平妮好 好 那就是在採訪之前 然後因為我們有看你們spotify那些團的簡介 就寫得非常文情並茂 可以問一下是誰寫的嗎 誰寫的嗎 寫的好像沒來 寫的人沒有來 寫的已經退團了 寫的人沒有來昨天還跟我吵架 這是可以公開的內幕嗎 對啊 我們突然想吵架 OK 好 吵架吵完就床尾就草放就合 草放嗎 草放是什麼 草放 草放 是草鴨肉根還是草放 好啦就是這個團結是怡婷寫的 對對對 就是那個什麼大火 五個人大火快草 那個各種元素 參在一起 生草鴨肉根這樣子 是嗎 是我每次看到這個 非常的文藝 好那我們就想問一下你們開始玩音樂的契機是什麼 契機應該有點像是我們都是同一個學校的 然後就有一天吃飯就遇到這樣 吃吃鴨肉根嗎 等一下你們三個都是嘉義人嗎 都不是嘉義人 都不是嘉義人 那你們你是哪裡 我是高雄人 你咧 我現在住新竹 OK 所以現在新竹人 對我現在是新竹人 哇他直接撇清 OK好 我現在住台南 所以你算是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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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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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都不是嘉義人 那為什麼會叫生草鴨肉根 我是在嘉義大學組成的樂團 一開始呢 我 我是行銷系的 然後 皮尼也是行銷系 他是我學長 OK 對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兩個人 就是有在聊 音樂的事情 然後剛好就是 發現說我們彼此都有在寫歌 那就想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來一起玩一下 然後後來 我嘉義人社之後 認識了聖宇 然後聖宇那個時候有一個樂團 然後那樂團裡面 就也有 就是義婷也在那裡面 然後就想說 嘿那就是乾脆我們 就大家找一找 然後來 來一起寫歌 一起玩音樂 這樣子 對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樣子 OK 那你們有 沒有想過要換團名 我們其實一直都想要換團 加一點幫我們想一下 你們想換成別的美食嗎 不是我們想換成滾石移動也不動 不會目前沒有人寫這個名字 還是你們叫滾動也可以 滾石移動的兒子 我們其實一直到前陣子都還在想 我們發新新專輯之後 要不要順便改團名這樣 OK 那之後沒有想改 就是好像想不到 想不到 哇你們這團真的很常被誤會是嘉義團 對啊 我們沒有被誤會 我們是嘉義團 我們只是沒有人是嘉義人 也是很特別啊 也是啊都算是 算是中南部團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大部分都來自中南部 好 那想要問大家在 就是 玩團的過程 過程中啊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崇拜或是 喜歡的音樂人 或樂團 每個人都這樣 每個人都這樣 其實最一開始 就是 最從 就是到 會當初會想要加熱音色 是因為看到五月天 你相信音樂就對了 我相信音樂 我相信音樂 對 對 但是就是雖然以前在加熱音色的時候 好像很多學長都覺得 欸你就是五月天的歌 就是很不怎麼樣 但是 我就是喜歡嘛 對喜歡沒有什麼道理 對就覺得 就覺得那樣子 欸那樣子好像很酷 而且他們的歌很厲害啊 你怎麼 你平常不是這樣講的 等一下等一下 你就是那個學長 我以為你是個壞學長 你是被他講嗎 你是被他講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以前 國眾的時候都在唱那個 離開地球表演 哈哈哈 那不是發善妖的嗎 欸欸欸欸欸 就一開始 一開始就因為就是五月天 對然後加入五月零水 就這麼簡單 就五月天啊 他崇拜的對象是五月天 五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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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五月五月天 我以前 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 我很喜歡迷先生 OK 他也是相信音樂 就喜歡到他們 就覺得很煩 喜歡到無法自演 喜歡到 他不知道跟著我表達 喜歡到我已經 不知道怎麼說了 OK 是真 真的很愛對不對 欸專案會看這一集喔 跟他說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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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來我們主唱 我 我會比較喜歡 我還蠻喜歡韋里安的欸 你不喜歡草動嗎 欸 對象有很多個可以吧 對啊 可以 OK啊OK啊 我蠻喜歡韋里安的 因為我覺得他還蠻有才華的 而且又蠻帥的 那他有影響到你們的創作嗎 沒有欸 所以你們喜歡的這些團 都沒有稍微影響到你們的 其實五月天有 對 迷先生應該也有吧 對啊 因為編曲上應該會 想要跟他們有點像 李安也有啊 李安也有啊 我是今天才知道他喜歡韋里安 你們今天才認識的 所以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喜歡韋里安 我跟他認識快十年了 然後他從來沒有提到他喜歡韋里安 欸你怎麼這樣突然就喜歡韋里安 還是你是只有昨天才 沒有沒有沒有我是真的蠻喜歡他 我發自內心的 真的喔 我是真的蠻喜歡他的 啊對但我得說就是 我覺得真正影響我們團的創作 其實一開始是草動跟萬能青年旅店 喔喔 對 那個時候我跟平偉在寫歌的時候 其實最一開始接觸到 算很早期的獨立樂團 算是在聽這兩團 這樣還是 breathe 那我想另外問一下 那你們有五位團員嗎 今天就是來三位 有兩位可能因為有些事情沒有辦法到 對吧 可以這樣講 工作 那你們五個人大致上在樂團上的分配是什麼 可能工作上的職位 或者誰負責寫歌編曲 或者是誰負責搞笑 或者之類的 你們有這樣一個大概的設定嗎 有啊 負責搞笑 其實大家都是可以搞笑的 其實大家都蠻搞笑的 大家都蠻搞笑的 對對對 啊 但我們最近有一個新成員 其實也不是最近的 他也加快一年了 對啊 就是我們去年換來知道 我 我 我 蛤 蛤 他至今我們在台上還會講錯名字 蛤 所以我們去年換了一個鼓手 哦 對對對 對啊 他今天沒來 ok 所以你不知道 哦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不知道打鼓我是誰 哈哈 就像他們不知道我喜歡維里安一樣 哈哈 我快笑死 好啦 就是搞笑大家都很搞笑 然後我自己的話 平常比較都是詞曲 就是寫歌詞然後弦律這樣子 然後現在也會 就是開始做吉他編曲這樣子 ok 了解 我的話比較 比較多是負責應該算是詞曲方面的 就是寫詞寫曲 然後編曲我可能 不太接觸啊 因為他們都會編好給我這樣子 然後他會提供第一首的房屋資訊給我 所以你們也是要考慮 為了要買房子對不對 他可以啊 他可以 他可以 他真的可以 那買房的這一位呢 就是他也負責在 在樂團中負責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就是負責自產的 哦 OK 我就負責幫大家買房子買車子 然後開車把門送過來 就是我 就是我吉他手 所以主要平常 就是歌裡面 負責soro 你聽到一些 蠻厲害的 蠻炫炮的吉他的東西 就是他都是我 然後我也寫一些program 就是背景裡面一些 你可能在台上 你看到我沒有在彈 但是會有那個聲音 那是我喉嚨拔出來的聲音 那個就是他喉嚨拔出來的聲音 那你的喉嚨還蠻厲害的 你演音樂季的時候我沒有在彈 但是你聽到音樂 那就是別的舞台長官 那也是一種 那也是一種 那我另外問一下好 可能沒有在仿剛上面 想問一下那你們 參加過多少的 音樂季演出或表演 太多了 太多了 要不要做成表格 說不完 那有沒有印象深刻的 有沒有印象深刻的 我每一場都非常的重視 對我來說議論 可以挑三個嗎 挑三個 最近像去年那個 嘉義搖滾音樂季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我自己很印象深刻 是語慶台南跨年 說成嘉義那次 哇賽 嘉義 你不要這樣 等一下 什麼意思 反正就是 有一次我們在演台南跨年 就是大學的時候 然後就很多人嘛 中間很high 然後我們通常肩奏也會帶個氣氛 叫大家一起喊 然後數到三給我一個尖叫聲 然後我們在台南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講了很大一聲 就對著麥克風講很大一聲 欸嘉義的朋友 然後數到三給我一個尖叫聲 這樣子 好 等一下數到三 我一定要嘉義 我一定要台南最大的尖叫聲 1 2 3 1 2 3 1 2 3 OK 我就立下這個壯舉 得罪台南人 對啊 我們真的從那次到現在就再也沒去過台南封殺 你們已經被台南封殺了 我只能說 被台南封殺 OK好 那還有嗎 這是其中一個 覺醒音樂季 你們有在覺醒演出過 對那是我們 對那是我們 覺得我們達成我們樂團的第一個夢想 對 喔 大學時候 因為你們在嘉義 所以 因為大家都知道覺醒就是 像嘉義代表的音樂季活動 對 所以你們剛好 欸是第幾屆也可以問一下嗎 倒數兩屆 他倒了前一年 喔 就是爛泥那個前一季就對了 對爛泥前一季 OKOK好 覺醒也是 蠻多團 也希望可以去超勝的一個 我們那年有萬能紀念旅店 我那年有 說到現在好像我們真的很老 要哪 再一個的話我會選台灣紀 在哪裡 你不是剛去玩嗎 肯定肯定 你說是今年的台灣紀吧 2023的時候 對 有什麼好印象嗎 海邊辣麵很多 然後 啤酒喝到ㄎㄎ 對 我記得我那天就是上來前喝掛 然後上來講有點髒話 哈哈哈哈 我記得你們好像也是在 就是舞台的 算壓軸對不對 最後一團 對啊 對啊 算大團吧 大團才有辦法在舞台的最後一團 對啊 沒有啊我們不是大團 不是嗎 我們是吧 算是旁邊的 旁邊的舞台 就不是 不是主要舞台 不是主要舞台 我看你們好像跟步行者撞欸 這蠻厲害的啊 對啊所以大家都跑去看步行者撞 所以我們底下都沒什麼人 沒有啦我們不是跟步行者撞 我們好像是跟Wanna safe 有 好像有91 有91的嗎 91是在我們演完之後 在我們演完之後 對 看得出來我們朋友很多吧 有有有 像你跟我們朋友 哈哈哈哈 我們每個都叫得出名字 哈哈哈哈 又來了又來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那真的你們其實參加過的演出真的很多 所以你們也是有在積極就是有 爭取了很多表演機會 對啊 算是滿多 那想問一下你們的野蠻遊戲這張專輯是 我自己是知道說 欸你們是有在木製平台上 去木製這件事情 對 那我想問你們當初怎麼會想打算 開啟木製這個方式 沒錢啊 對啊沒錢啊 哈哈哈哈 不是你們不是有乾爹嗎 對啊 乾爹不夠力 乾爹有時候有點小氣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木製其實不容易 而且要又是一個樂團 要呈現 然後又有一個目標在 對啊 雖然你們最後是有達標嘛對不對 對啊有達標 有有有有 幫我第一張專輯怎麼做的 嗯 那沒達標錢不能拿出來是不是 我不知道欸 其實我也不 抱歉 對對對沒有達標之前 好像一分錢都領不出來這樣 真的喔 所以你們要不要來感謝一下 幫你們 謝謝 謝謝 募資的朋友們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乾爹 謝謝大家才有現在的我們 好那你們募資完之後也有發行 然後巡迴 有巡演嘛對不對 就是都有做的事情 嗯 那我們想聊一下其中的作品 我們就先聊以前的作品好了 因為我們自己聽 心靈這首歌就是他前奏的那個吉他的開場 就是我們很像聽起來像是在錄音室的吉他印象出來的 嗯 的那種聲音 是你們故意做這種效果對不對 你說比較lo-fi的粗糙粗糙粗糙 算是這樣 就是其實我們 在吉他的音色上面就是每一首歌去做不同的音色的時候 我會像根據每一首歌他不同的感覺 像就拿心靈舉例好了 其實心靈他就是 聽起來就比較狂野一點 要搖滾一點 嗯 所以我也希望呈現的比較是像 我們在練團室裡面的時候 就是從音箱裡面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比較純粹感 他會聽起來更粗獷一點 會讓我覺得 這首歌很猛 就是感覺會有一些胸毛在這樣子 哈哈哈哈 從那個胸口炸出來 太慘了 太慘了 一個野性的爆發 對野性的爆發 OK好 那我們自己有這樣聽像小丑這首歌 我自己會覺得說他的keyboard solo其實蠻特別的 就是吉他solo完接著是keyboard solo 就是因為keyboard solo是一聽嘛 對 是他特別編這一段還是說你們只有討論好 還是當時jen的時候創出來的結果呢 其實他就是想秀啊 喔他也想秀啊 我得也說一婷也是一個非常怕無聊的人 喔 所以你們多會把他盡量把他塞得比較滿一點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樂團就是這樣 我們大家都會有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妥協 就是溝通 然後就是把大家想要的東西塞進這首歌裡面 OK 對對對 那我覺得他那段 我到現在目前為止還是覺得很好聽耶 然後那段每次一停在台上彈的時候 憑你都一定會說來高雄周杰倫 對 高雄周杰倫 高雄周杰倫 對啊 因為目前來說你們也有一張專輯 然後近期其實最近 今年有發來一首新的單曲嘛 對 那這首歌新的單曲是 無你的未來 他應該用台語講對不對 對 沒有你的未來 OK那我要另外問 為什麼這首歌是台語創作 台語大師 來近一點近一點近一點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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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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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不行 你不是 你是內人 你不是台南人嗎 你的台語 不能佔男的 我可以唱一首丟丟檔子嗎 他也算是台語 他是 這 欸 應該說這張專輯本來是想做一張國語專輯 嗯 那我們一開始 我們從來沒有發現我們有寫台語歌的能力 但是因為一開始聽到這個曲 因為我剛才有講到其實我 比較少在管短裡編曲的事情 所以他們把這首歌編出來給我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會覺得比較 可能比較適合唱台語歌 就讓我想到以前的一些範例 譬如說像是五月天的心中無法人 還是其他等等的 那剛好想到這首歌 就想要寫台語看看 欸寫出來發現還不錯聽 所以整張專輯就朝著台語這邊走了 所以你們要講你們下一張專輯 就是全台語專輯嗎? 會是喔? 你們剛剛透露出這個消息 會是會是 其實也是製作人的 希望不要被罵 其實也是製作人的 就是跟我們討論過後的決定 他覺得我們可以試試看跟以前不一樣的東西 是 因為這首歌是由我們滾絲移動數位商家 是嗎是嗎是商家 其實我們覺得這首歌在網上表現也不錯 然後有特別想拿出來討論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目前是只有發布一首嗎 那未來的排成計畫你們願意透露一下嗎? 願意啊可以啊 就是你們下一張專輯大概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們每年都是說大概今年要發 然後每隔一年就今年要發 對 希望啦 我們希望就是因為進度也差不多快到底了 ok 所以就是希望說最快的話今年底 然後明年或是明年初這樣子 可以期待一下 我自己覺得真的還蠻好聽的 其實新歌真的好聽昏田很喜歡 一直說舊歌很難聽 我沒有這樣說 我沒有這樣說 那因為我覺得台語創作 其實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可能我不知道 還對你們來說台語就是母語所以很自然 沒有我覺得沒有 他剛剛只有講大家好他就不行了 我真的覺得超困難的 對所以你們平常講話你們聊天會用台語嗎? 還是說在家會用台語聊? 其實真的很少 但是在家可能多多少少 因為阿公阿嬤 他是會講 是沒有像以前那麼頻繁 所以現在可能接觸的大部分就是 可能85年次86年次這種族群 就是大家就是講國語 ok 所以其實台語接觸確實也真的很少 所以要寫這種歌 我們也是研究很多東西 對真的真的 我們之所以會做這麼久 就是因為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學習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們有 就是遇到什麼困難嗎? 或做什麼功課嗎? 我們 我們最大的困難 我們曾經一度想要放棄台語專輯 做國語專輯 這麼大的瓶頸就對了 非常大的瓶頸 ok 對啊 有時候可能還是需要去找一些詞彙 因為有些詞彙是我們 可能不常用到的 嗯 對啊 對啊 就可能聽到其他比如說像茄子彈他們 平常在說的 我們自己就覺得有這個詞嗎 對啊 對啊 就是聽歌才知道原來台語可以這樣講 對對對 因為台語有分可能 中南部的台語的會不太一樣 對 所以你們自己 你們是算中南部的大團 所以你們會贏就是 我們已經算大團了 你們是啊 你們是 你們是壓軸欸 對啊 關說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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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非常感謝你們今天可以來到這邊 跟你們聊一些 就是 我終於知道你們不是 不是 不是嘉義人 對 不是嘉義團 很失望嗎 聽起來有點失望 有一點 因為想說跟你們聊一下 生潮12歌 拿幾句很好吃的說 對啊 因為我們昨天本來就是有 請Chad GPT幫我們去列時間 嘉義必吃的生潮鴨肉羹 不過他們那 他那時間全部都是他自己虛構的 就完全查無此店 你在Google查無此店 所以我想說 你們生根嘉義多年 那你們可不可以就是推薦 推薦出來會被罵嗎 不會啊不會 不過他每個人喜歡的口味都不一樣啊 對啊 想說有沒有推薦的 鴨肉羹店 我來推一家 好 這也是我們成團那一家 這個一定不是 就是一定不是大家心裡的首選 但是是我們成團的那一家 他在文化公園的對面 叫做達文化 達文化 達文化 就是吳孟達的達 然後文化的文化 對不起 達文化生潮鴨肉羹 對生潮鴨肉羹 對 算是在那邊起源的啊 對 也不是在打廣告 真的不知道 那你們有去那邊拍MV過嗎 沒有耶 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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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很有紀念價值 蠻酷的 對啊 對啊 那你們兩個 或者是你們推薦嘉義美食 你們喜歡吃的店 個人私心推 只是我就是很那個 很刻板印象的人 我很喜歡雞肉飯 喔不會啊 嘉義雞肉飯真的很好吃啊 有些很好吃 大家講到嘉義都講雞肉飯 我就是喜歡雞肉飯 所以你其實不喜歡吃生潮鴨肉羹 其實我團好像也沒有很喜歡吃生潮鴨肉羹 最喜歡 那你們取生潮鴨肉羹 對 到底為什麼要去 為什麼要這樣 就因為那一天剛好就在生潮鴨肉羹裡面 其實那是最討厭的食物 對 我的天啊 快笑死 好啊那 有推一家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要推薦嗎 你要推嗎 我推薦民雄鵝肉 讚 民雄鵝肉 你說民雄車站對面那個嗎 天啊 那很讚是不是 還不是鴨肉 鵝肉 民雄鵝肉 那你們有想要跟 你們的聽眾 對 因為我們真的是 就有他們 才有我們 對 我們才有辦法邀請你們來 這樣子 這有我講嗎 來來來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嗎 對啊對啊對啊 主唱耶主唱 我要直接過來 你可以用唱的 謝謝各位粉絲 用唱的 我是3號皮尼 真的要很感謝就是滾石移動的所有的聽眾 還有喜歡我們的粉絲 因為我們也走了好久了 好幾年了 那很多人也是有一直在跟我們聊天 就是說 從以前到現在的歌 其實他們都還蠻喜歡 然後都也一直收藏著 所以這也是 讓我們一直繼續下去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所以也謝謝大家可以繼續聽我們的音樂 謝謝 我快以為他要哭了 我剛剛一度有點哽咽的聲音 你賣房子是不是都是這樣 對啊 你懂這種 所以為什麼我是百萬經紀人知道了吧 哈哈哈 欸他之前是就是全台業績最好了 真的假的 成交量最多 那我只會知道為什麼你們的新專輯 這次有up上去 欸真的 其實乾爹不是我 你先換人 你先換人 你先換人啦 OK 喔 就是 老掉牙 就是還是很感謝 就是 有粉絲朋友這樣支持 就真的是有你們 我們才有 動力去做音樂 超級我的 哈哈哈 真的啊 真的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音樂 可以給更多人聽到 那就是 可能 也帶給更多人開心 對啊 就是像 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音樂的 類型 但是我覺得 大家 大家有時候可以聽聽看 就是你 你自己平常不太沒有接觸 沒有接觸 不太會接觸的音樂 所以你會發現一些 就是 欸你說不定很喜歡 這樣子的話 我們整個 音樂產業會 更好 我音樂產業 音樂產業突然講很大 大家都這樣 互就是 多去聽其他東西 不相支持 相挺一下 對有時候你會自己 不當會很喜歡 也會支持到一些 你平常可能 沒有接觸到的意義 OK好 我想補充一個 就是 大家有發現就是說 最近 可能這幾年這個世代 好像大家壓力都還蠻大的 所以好像就會 出現很多 情緒上面的一些症狀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音樂這種東西很特別 就是 它可以讓你在 壓力很大的情況之下 可以去抒發你所有的情感 包括說 你上班可能很無聊 或是上班可能 壓力真的很大的時候 可能聽了一兩首歌 欸 就可以感受到 全新的世界 像是 很多人都在歌曲下面留言說 可能聽到這首歌 他的整個世界觀 或是他的整個人生觀都改變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帶給大家 有一種感覺就是 欸你們聽到我們的歌 你們會覺得 很開心 然後會覺得 欸這世界其實是很美好的 我覺得 可以帶給大家這種不同的感受 OK好 感謝你們 不愧是主唱 好 那我們要 我們最後就想要請你們 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每一個人可以分享 你們最近聽到的歌 或你們喜歡什麼藝人或樂團 然後我們會幫你們量身 製作一個屬於 生草鴨肉根的播放清單歌曲 或在各大平台串流上聽到 就會粉絲或大家會知道說 欸你們的品味 是怎麼樣 我們大家聽的歌差很多 所以 這樣才有趣 對 這樣蠻酷的 所以就請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最近有聽到的歌 也會一首歌 或者是一位藝人或樂團 好 那我先好了 好 那你先 我最近很喜歡米金玄師的Lady 喔 OK 最近瘋狂聽對不對 對我瘋狂聽 對啊 這個真的很好聽 真的 好我們會把它放進歌帶裡面 沒有問題 好來 好啦我分享一個那個 我還蠻喜歡的那個 這次也有去金曲講的 就是那個 賀 喔 他有首歌叫那個 不介意 我覺得還蠻好聽 真的很好聽 好 好 這是說 有這個 哮喘嗎 哮喘嗎 還好嗎 你剛剛唱的感覺 你剛剛是打嗝嗎 你剛剛是打嗝嗎 我 我知道你在表現什麼 可是 就是 在那個Smarty Pie聽的 聽眾會以為你剛剛在打嗝 對 好來 我們下一位 來吧 我自己 我自己是很喜歡那個 John Mayer 美國一個 算是歌手 他的 他有一首歌我覺得 聽的時候很舒服 叫 Emoji of a wave 就是 一直都蠻喜歡 我自己 最近蠻常在 就開車的時候 會聽 就在他的時候 就是當 開車 開車應該是金金耀王吧 一邊聽一邊罵人 開車的時候 可能快要怒怒的時候 聽一下就 就很放鬆 沒有喔 你沒有放鬆 沒有 因為我剛剛沒有聽啊 現在記得聽 好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他們的 播放清單 聲炒牙肉根的播放清單 去聆聽他們的喜歡的歌曲 還有他們的音樂 OK 好那我們節目其實到差不多的時間了 那我們就 感謝 聲炒牙肉根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我是清松 我是昆田 他們是 你們是 聲炒牙肉根 我講 好有默契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為什麼 唱跳團 頭髮吧 頭髮比較像 什麼意思 我應該像無尊吧 所以你們是 沒有 他的行為像 這不行嗎 等一下 導演我們這可以綁進去 不要這不行吧 蛤 會放在 OnlyFan 什麼意思 是